胸部腹部被车尿拧压 女子驾驶电动车闯红灯 不料被两辆大货车碾成肉泥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凌晨1点41分左右 一辆电动车逆向停在十字路口等待 十几秒后 这辆电动车启动 从左转带行区的贯装车后方 试图左转弯 就在此时 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经过该路口 将电动车撞翻在地 而张先生就是那辆大货车的驾驶员 那个人就是从水泥灌江车屁油后面 车尾部逆行闯红灯 突然冒到我车跟下了 我只有选择才刹车 只有这个办法 当时电动车是从大货车的 事业盲区突然出现 张先生即便立即刹车也为时已晚 两辆车还是不可避免的撞在了一几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探头 你刹车在住 你不可能看到人就停在原地不动的 这个车有惯性的 张先生说 凭借着他多年的驾驶经验 他认为当时电动车驾驶员 应该只会受一点轻伤 头碰破了 他如果他是没戴头盔 可能是 头碰破了 然后皮摔烂了 那这肯定 然而这起看似并不严重的车祸 还并未就此结束 还没等电动车驾驶员爬起来 另一辆直行的小型货车急驰而来 直接从电动车驾驶员身上碾了过去 更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 这辆小货车在稍作停顿后 竟然扬长而去 胸部腹部被车辆碾压了 压了不这一大只压了骨子 老口压了板块 女子驾驶电动车闯红灯 不料被两辆大货车碾成肉泥 事后肇事车辆竟扬长而去 惊恐未定的张先生立即报了警 并拨打了急救电话 然而电动车驾驶员早在货车碾压的时候 就已经没了任何生命体征 死者刘女士38岁 在事发地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 事发后家属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当时现场的惨状 直到如今提起仍稀有余计 那个车好像走左边压过去 压了不这一大只压了骨子 老口压了板块 镜头前这个悲伤的男子 又是刘女士的丈夫徐先生 妻子的突然离世 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可事实却未必如此 对于2008年的那起汶川大地震 想必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而刘女士一家便是当时的幸存者 如今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那么那辆从刘女士身上撵过去的货车 究竟去了哪呢 第一辆车的驾驶员张先生 当时记住了那辆车的车牌 我当时就把他的车牌号系了下来 我到交警的他们问我 当时就把车牌号说出来了 经调查发现这辆货车是运送蔬菜的 警方判断这辆车晚些时间应该还会回来一趟 于是便在原地蹲守 果不其然 在下午4点钟左右 警方成功将这辆货车拦下 并发现车轮上有着明显的血迹 根据监控 警方还发现 这辆车不仅仅是肇事逃逸 而且还闯了红灯 眼前这名男子 就是第二辆货车的驾驶员 女子驾驶电动车闯红灯 不料被两辆大货车碾成肉泥 事后照示车辆竟扬长而去 眼前这名男子就是肇事货车的驾驶员 何胜利 何胜利表示 当时他以为只是压到了木头之类的东西 因此并没有太在意 那么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对此警方却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之后警方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 何胜利与死者刘女士负主要责任 而第一辆车的驾驶员张先生 也为车辆的刹车性能存在一定问题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 刘女士一辆 将两名司机以及车辆的保险公司 一起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共计67万多元 面对起诉 第一辆货车的驾驶员张先生认为 这完全是一场无望之灾 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却还要赔钱 而第二名货车司机和胜利表示 愿意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法院酌情做出了判决 和胜利承担50%的赔偿 张先生承担20% 剩下的由刘女士自己承担 最后和胜利因为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相信大家在网上随便移送 都能找到大量因为闯红灯 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这些心惊胆战的画面 无一步在告诫人们 请遵守交通规则